在今年很多老牌的電子股 真的是大翻身 這股風潮也吹到了PCB族群 請教友民哥 現在竟然有外資 把台光電喊到了500塊 對 第一個 為什麼要看PCB 是第一個理由是這樣 有一種冷叫媽媽覺得你冷 有一種漲叫跟AI有關就會漲 所以現在各位可以去看 當大家把眼光 都放在伺服器的電子五哥的時候 電子五哥現在漲勢 已經有點開始溫吞 但是殊不知PCB 已經繼兩年前的ABF之後 又多了一個400俱樂部的成員 叫台光電 今天是427.5 所以外資調到500 我覺得他們比較厲害 因為你從400變500 好像感覺起來也還好對不對 你最好是50塊的時候就喊500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代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說 鍋牛變火牛 雞肋變雞排 就是說雞肋以前是大家不喜歡的 但是你炸成好好大雞排的時候 就是很啾咪 所以台光電超過400的時候 大家就會再想一件事情 像我 我就會去想 今年不是就是從重電股 然後到後來的電子五哥 然後到後來的面板 然後到剛剛風露 有特別提到的記憶體 你不覺得都是老牌的公司嗎 老牌的公司有一個什麼特性 第一個成熟型的產業 第二個之前股性溫吞 所以不會有人有你的籌碼 所以你長起來的時候 大家只好追 籌碼安定 會有這種籌碼安定的一個狀況 這是第一層的含義 第二層的含義就是說 因為你漲上去了之後 你本益比被拉高 那法人就要認養 那這裡面的話 因為台方電突破了 突破400塊之後 如果用去年的一個 這個古禁品或者是本益比來算的話 等於說是PER是40倍 古禁品已經超過7倍 如果說這種東西都能夠存在的話 其他他族群裡面似乎就被帶動 而且今天你不是說 因為你只有AI 所以你就是PCB PCB叫做工業之母 電子工業之母 所以只要是跟什麼電動車 低軌衛星相關的 基本上都好 所以這一章 我跟各位做一個結論 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拱 某一個族群的某一檔股票 像電子五哥 你那個第一個階段叫漲高 但是你已經漲到夠了 你也不能變成巨人 第二個要漲胖 漲胖就是族群要擴散 就是從你自己延伸到你的族群 或者是從A族群延伸到B族群 現在的話PCB就是屬於B族群這一類 所以回頭我們來去看 相關的一個股票 當抬光電上去了之後 人家就會想要 抬光電的上游是誰 就是誰給你撥欠布的 所以5340的建榮 在最近的一個股市 所以各位很多人就是 用技術分析來去分析股票的時候 你說這個是空頭的股票 你看漲上去跌很深 但問題是人家直接做一個V轉 那就是因為你跟抬光電相關 因為從整個AI的一個擴影 但老實講它的獲利 營收 都還沒有真的起來 但是股市這個階段裡面 也沒有在管這麼多 就有一種忍 就是媽媽覺得你忍就好了 媽媽說得對就對了 所以這種股票這樣漲上去的過程中 就是大家留意籌碼的變化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真正我覺得比較有價值的 在PCB裡面 像我的 我的選股方式的話 第一個就是低本益比 低股價淨值比 高股息值利率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在漲 如果明天你漲電動車 你有沒有條件 一定有 所以類似像這種6156的一個松上 就是有這樣的例子 各位可以去看 本益比低 股價淨值比也低 值利率又相對好的 然後又有伺服器的SPS 然後跟電動車有關 但是問題是投資他要注意 這條是下降壓力線 所以過了以後才代表一個波段行情 好 另外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會來看到 上市會公司陸續會公佈 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要怎麼選股 先休息一下 稍會瞭解 先休息一下 稍會瞭解 先休息一下 稍會瞭解